107年10月21号苏澳新马车站 6432车次普庸马出轨翻腹事件 经过多次的协调会议 事故处理由台东县政府提供场地 在3月27号开始到4月25号为期一个月 每周两天在台东县政府社会处二楼专案会议室 设立了1021普庸马事故的专案理费服务窗口 由台铁局朱莱顺组任秘书代理 少李普庸马事故台东民众相关的理赔作业 后面还有三个礼拜的礼拜 除了下礼拜是23 然后后来是其他都是34 我们有专人在这边服务 这里处理的主要任务是医疗费用的核销 为什么医疗费用核销那么重要 因为很多核销的项目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叫到这边来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 我们的目标是今天来到这里的受伤旅客 我们能够让他立即拿到赔偿金额 这是我们设这个窗口的主要目标 从普庸马发生事故到今天 台铁局已经跟45位的人达成的一个理赔的 完成的理赔的程序 那对医疗的赔偿上面已经也跟93个人 已经有赔偿完 赔偿过了 而且我们赔偿的金额是5039万 目前为止 那今天昨天跟今天到今天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完成了16件的一个处理 4月25号以后还会继续还是 当然都继续啦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在这边设 把所有的人都叫到这边来处理 当然后面的理赔还是都是按照 我们的程序在走 只是可能时间上还要再报到段里面 然后时间上可能要多花个几天 还没有理赔的部分 我们现在理赔分两块 第一个是医疗 医疗费用很简单 就是你去住院的医疗 还有看护费用 还有医疗上所使用的交通费 住宿费 还有伙食费 我们在这里都会立即核销 那另外一块叫赔偿金 我们在3月18号的时候 的一个说明会里面也提到 因为民众提出第三种方案 那我们也正在程序处理中 如果行政作业完成之后 我们会立即跟民众做一个沟通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让受伤的旅客早一点 放下他们的心 赶快去往前走 这是我们很希望的一件事情 目前第三方案 我觉得按照如果说 按照这样子来理赔的话 因为第一个它很客观 我们是透过 我们透过是外商协会的 来鉴定这个部分 所以客观性很充足 而且第二个是费用应该 就是理赔的金额 应该算是蛮合理的 我想这个等办法出来之后 我们会来跟所有的受伤的旅客 去做一个协商 还有多少位的受伤的民众 还没有跟你们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已经有45人 然后呢 有93人 医疗费用已经理赔了 那后面有一块叫做赔偿金的部分 因为我们还在谈 那个怎么样 赔偿给旅客是最 最为优渥的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行政作业程序中 他是坚持要提告 我们是不是有跟他沟通或者是 诉讼权本来就是在部长的会议中 也讲得很清楚 这是民众所拥有的诉讼权 我们没有去干涉他 但是我们会尽力去跟他做沟通 柴损这些东西到现在还没有下午 有一些程序上还没有完成 明天我就完成这件事情 马上明天所有的柴损的理赔 我都马上去赔偿 在事发当天 位于第七车厢遭受到严重的伤事 受伤的乘客也提出了 见解和建议 我人冲出去 我没有头 我没有碰到车厢 我等于我的右脚像滑脸一样出去 所以我的脚 那个脚踝整个脱柱 这个脚脱掉断掉了 上面的行李箱摔下来 我的肋骨断了两根半 两根是很明显的 我不是台东人 我台北市人 可是我儿子在台东基督教医院 当骨科医生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可以当天 由罗东圣母医院 很快地转到台东基督教医院 那边罗东圣母医院的医生帮忙 请民间的救护车帮我送过来 送过来的本来民间要一万七千块的运输费用 可是当我们到要钱给他的时候 司机说台铁已经买单了 所以很显然台铁处理这件事情也是蛮明快的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并没有说自自不理 还有什么看着什么 所以第一线的人 我对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服务策程 我还是非常感佩 那么这一次商贩里面 比较繁衍的就是说动作太慢 动作太慢 所以拖了很久 不过看看这一次主秘也听到我们的声音 他把省建单位 省建单位的话 因为我也是公务人员退休的 省建单位的话 我一直定义它 是不食人间烟火 站在柜台后面的人 他们都不晓得第一线人的心腹 所以他们就是想要保护自己 提出了很多的点子 那个点子根本不需要有的点子 呼吁受伤人员以包容 互信 爱心来看待后面 要处理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事情比较会圆满 台铁局为了能够有效的协助 伤者和罹难家属 申请理赔医疗费用以及相关事宜 有效的简化理赔程序 如果有不便在现场领取者 台铁局也会派员 专程的送达本次事故的 罹难家属及受伤的乘客的家中 台东县政府 得逞社会处要全力的配合 与提供相关行政事务协助民众 记者郑大方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